防毒武汉肺炎 不少民众都会买口罩、酒精、吸收乳等防疫物资 但就怕可能有囤货或者是烘台价格的情况发生 台中市府跨局处组成了联合查访小组 到通路进行访查口罩等物资供给的情况 经过访查并未查出有业者烘台口罩价格 而另外经济部将原本一片2到6元的外科口罩 定出了官方价8元 经济部认为在缺货时期 口罩定价反而有助于价格稳定 卖场内货架上贴出医疗口罩卖完的公告 只剩下重复使用的免口罩 光卖场的民众更是每个人都戴着口罩自保 不要到公众房里面 之前就准备 差不多一两盒而已 武汉肺炎来世凶凶 卖场也另外成立抗疫专区 摆满抗菌洗手乳和酒精 我们的这个洗手乳 目前这个酒精的洗手乳 目前都还是蛮OK的 开工日依早台中市府组成联合访查小组 前往卖场通路 就怕有囤货或是哄台价格的情形发生 进行访查 大卖场突破的状况 预计在两天后 就2月1号就会供应充足 它的价格可能翻了好几倍 5倍 10倍这种状况 而且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量 如果没有这个状况的话 可能会比较难成立 但是这个部分也欢迎消费者提供给我们试证 我们来做查证 而外科口罩平常价格一片2到6块钱 现在经济部订出官方价一片卖8元 有民众怕口罩价格回不去了 不过经济部认为缺货时期 口罩定价反而有助于不再哄台价格 之后大卖场陆续捕获到期 口罩又可能会有不同的价格 消保处将会密切注意 即日王山轩也能与台中采访报道